跟造假事件的記者會交代 我認為港鐵的回應是令人極之失望 以及他的交代內容是令我非常震驚 因為他對於裡面有一些關鍵的問題 是秘而不談去拒絕交代 第一件事 他是要延遲提交報告 但是說不到原因出來 第二 他就說 大家記得 他最初是說15年12月主動巡查發現問題 跟著就改口供 就說12月發現問題持續 跟著再去改口供 就說15年8月才發現這個問題 對於前言不對後語這麼嚴重的情況 為什麼港鐵這次不交代 前言不對後語的原因是什麼 前言不對後語的原因是什麼 港鐵也說到 他說 他不知道為什麼有人會剪鋼筋螺絲頭 他不理解原因 其實 我不相信 港鐵是在說事實 他不是不理解 是他不敢說 我理解的原因是什麼 大家如果有看過記招 大家應該可能容易理解 他有一棟 結構場 是承載著 不同層數的 平面 結構層 結構層 就要靠鋼筋 去連接 螺絲帽 去受力 大家想像一下 這個是打橫的 鋼筋 理論上 要插入螺絲帽 它要假裝到 鋼筋 完全插入螺絲帽 它的做法應該怎麼做呢 就是要剪了 鋼筋前面 這個已經搞了啞的 鋼筋頭 就假裝到已經插入去 完全插入去 結構場的螺絲帽裡面 如果它不剪鋼筋頭 會出現什麼情況呢 就是變成 搞了啞的鋼筋頭 是突出了 在結構場外面 那就被人發現 你的鋼筋 是沒有完全插入去 螺絲帽 所以為什麼 那些工人 要花這麼多工序 去剪短鋼筋頭 假裝完全插入去螺絲帽 就是 這樣的原因 港鐵對於整件事的關鍵位 居然不知道它為什麼這樣做 這個是匪夷所思的 另一方面 港鐵也是沒有交代 它在2015年8月首次發現問題 其後再發現 12月的時候 三度發現 再出現問題 為什麼在2015年8月第一次發現問題的時候 不出警告信 大家知道 在這裡剪短鋼筋 這個是 令人 有很強理由質疑 在做 一個 做假的工程 為什麼 一個分判商 在這裡造假 欺瞞港鐵 港鐵居然可以 任得它這樣做 只是叫它糾正 連書面警告都不做 港鐵也沒有交代 在8月發現問題之後 究竟一個這麼嚴重的懷疑造假問題 它在港鐵內部 怎樣去上報 上報到什麼的層級 是不是層層去欺瞞 最終連政府都欺瞞在內 更遑論我們立法會和公眾 是完全蒙在鼓裏 這些問題 港鐵全部是沒有交代 我對於港鐵 多番強調 它們有一大堆的記錄文件 去證明 這個工程是完全依據 相關的合約和施工條件去進行 我想問港鐵 你肯不肯定現在的記錄全部都是準確的? 你如果不肯定那些記錄是準確 你擺幾多尺高的檔案出來 有什麼意思? 你鋼筋頭 都可以剪短它去造假 那些記錄難度就不可以造假嗎? 你說有那些記錄 就代表你工程的質量 是百分之一百可靠嗎? 這樣的說法 是不是負責任呢? 港鐵也一再強調 這個工程的質量 的責任 在一個承判箱 禮頓那裡 我認為港鐵的有關說法 是企圖去推卸責任 極之不負責任 港鐵 港鐵作為項目的 project manager 他有最高的責任 在前線 代表政府 去監管工程 但是很明顯 他是嚴重失職 到今天為止 他不斷是 講一些錯誤的資料 誤導公眾 淡化事件 我對港鐵 已經是失去信心 我認為立法會 應該是要 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 全面調查相關事件 我們也都 是希望政府 委任 海外的獨立專家 全面審視 相關承辦商 即是禮頓 和有關 鋼鐵的承辦商 涉及的所有 在沙中線的工序 要全面做個 看下問題 究竟 是不是單純 現在 紅磡站 現在所講的 問題位置 還是還有其他的問題 我強調 港鐵一直說 說他們巡查發現 剛才所講的 五次出現有 質量問題的情況 究竟 港鐵 在這五次以外 其他巡查 是不是 都可以百分之一百肯定 工程質量 是沒有問題的 大家 如果有聽過記者會 他也都說過一件事 當鋼筋 是領進去 螺絲帽 他們的檢測人員 會嘗試去領下鋼筋 看看是否合乎規格 大家剛才在記者會那裡 看到他拿那支鋼筋 和螺絲帽出來做示範 但是那支鋼筋 是一尺多長的 但是現在說那支鋼筋是幾長 是12米 12米 你叫巡查人員去領 12米的鋼筋 你不要說巡查人員 我這麼高都領不到 是嗎 12米的鋼筋 大家想像一下他怎麼去領 你不是一隊人去領 你怎麼領得到那個鋼筋 還有大家想像一下 如果那個鋼筋頭 已經被人剪短了 扮涉了進去 那你怎麼知道 那個鋼筋領了多入 你是唯有領回去出來 你才知道裡面是幾長的 你再領進去已經卡住了 你怎麼看得到鋼筋裡面 是不是領盡呢 你不要當我是白癡的 雖然我不是相關專業 但是用常識去說 你都說不通 我真的覺得港鐵的回應 真的令人非常震驚 我對於他 接下來說 延遲一個星期的報告 是不敢記任何厚望 港鐵實在令我們非常非常失望 令香港人非常之失望 另外我說了 今天有傳媒報導 港鐵 它內部的人員的巧合 都是出現非常之嚴重的問題 有監考的人員 是蓄意去協助那些考生 去改他們已經答錯了的答案 企圖令到合格率提升 這個是極之嚴重的造假問題 還拍了片 錄了音 這些人員 考試合格之後 就是負責 港鐵每晚凌晨 在路軌上面的維修工序 確保所有的員工是安全 去協調不同的工序去進行 一個這麼重要的位置 這麼重要的考試 港鐵的人員 居然可以大規模 串謀去造假 這個是匪夷所思的 現在是說人命 大家記得早前在大圍站附近 是有通宵的維修工人 是工業意外過身的 是被維修車撞死了 這些問題 是不是跟港鐵 今次的考核制度 有直接關係呢 還有今次事件 是再一次揭示 港鐵的內部 企業文化 是極之令人擔心 一個這麼嚴肅的考試 居然可以公然造假 港鐵的企業文化操守 現在究竟 衰落到什麼水平呢 我是不得不提出一個極度的關注 對於民主對操守 對於 by the delay of issuing the report of the MTR and the MTR failed to explain the reason why they have to postpone the report I strongly condemn the MTR performance especially the incident happened last week and the MTR failed to explain the matter thoroughly especially why the contractor tried to cut the steel bar it is obvious a very serious case that the MTR should have issued a warning letter to the contractor in August 2015 but MTR failed to do so and just let the contractor to ratify the problem on their own but the problem happened again and again and even worse the MTR failed to disclose how many steel bar were cut by the contractor it is totally unacceptable and absurd and absurd so that it is that the 另外四次究竟有多少條鋼筋被剪短呢,被傳媒多番追問,他只是說,少過五條鋼筋被剪短,每一次 那你想怎樣啊,港鐵,你究竟有紀錄,還是沒有紀錄,你沒有紀錄就說沒有紀錄,不知道有多少條,有紀錄你就披露究竟有多少條鋼筋被剪短,你們發現了 就不可以現在這樣,被人覺得是企圖掩飾,淡化事件,連一個這麼基本的事實,你搞足整個星期,都不肯或者不敢去披露,這個是極不負責任的 我會盡快和我們民主派的同事去商討,我們會盡快去處理,因為現在港鐵,沙中線的工程呢,是如火如荼的 其實呢,他的員工時間,我記得應該是2019年,是會員工的,那究竟問題有多嚴重,牽涉的公眾安全是怎樣的 我再補充多一點,那些鋼筋被剪短,是極之嚴重的問題來的 因為如果那些鋼筋,是集中在某些位置被剪短呢,那個位置的承托力,是會嚴重受損 是會牽連了附近其他鋼筋位置,因為要附載了原本被剪短的鋼筋的位置 所以會令到其他鋼筋呢,那個負載是大大加重,縮短了它的壽命 工程界的人士跟我們說,有關港鐵類似的工程呢,應該是有120年的壽命 但是如果是因為質量的問題,令到整個紅磡站的質素下降 我們應該是要處理好整個安全結構問題,才可以讓它通車 絕對不可以因為政府或者某些方面定了死線,而是急就將它通車 並且正情況是各樣些基本上 și整個榜面待自立要請 者 無責任任任何装置 客會有沒有考慮到acula人們管內門搜到嗎 你現在可以找到不同程序,對其又驅行苦 但誠實在性格這麼為員工chau the maintenance work during the midnight of the MTL maintenance work if the examination were falsified and those disqualified officers responsible for the safety of the frontline staff members of the MTL it will jeopardize their safety and it cannot it is absolutely unacceptable OK